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一个关于美国英雄的漫画横空出世 那这部漫画的名字叫做Private American 就是以现在的边境危机为背景 塑造了一个爱国的古巴裔军官 对抗边境的毒枭 阻止毒品芬太尼流入美国 和对抗人口贩子的故事 下面呢让我们看一下介绍的课片 美国的沿路线沿路是一场战争 人物贵人、毒贵人、兵器人 流通过里的路线和敌人 有保证的知识 人们的信号 一旦传统的政府会讨论美国人 和自己的贞侠 在罪人的控制服务人 who were helpless to stem the tidal the pose of invaders and informed migrants. second-generation Cuban-American Marcos Zamora is a military vet, more patriotic than most Americans. no longer able to ignore the chaos at his doorstep, he acts. joined by his best friend Gus, they hit the border every night, saving lives while stopping violent drug cartels and other opportunists. 政府抗議在馬克思考的投資 執行全力的英國的公司 但馬克思考得 唯一一件豐富的恐慌是壞的公司 他錄製了每次遇 誰他也是 這個《Private American》必須被停止 他起立了王子 李文贏的 《Eissner》曲名 mike Barron 《Private American》是他的版本的 《Private American》 而且他也許是小判斷 在這個暴走的、暴力和真正戰 的良好和非 韓國的貿易所未來的 拿到你的稳定 在 www.theprivateAmerican.com 我們有一個战斗的戰鬥 是不是很棒 不管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 还是内容的精彩程度来说 我看完这个介绍影片 我都觉得好酷啊 而且这个里面的坏人呢 坏的特别具体 而且特别真实 很多时候大家看到的 不管是说电影也好 或者是动漫也好 其实里面的坏人 我觉得都没有说坏的特别具体 很多时候就是说 坏人有着那个最复杂 最高科技的实验室 要不是就是坏人 就是外星人要占领地球 要不然就是摧毁地球 要不然就是独裁者 要掌控地球 这个就是坏蛋的 一个标准的形象 但是这个漫画它不一样 这里面的坏人 都有非常非常明确的目的 而且这里面的坏人 都是真真实实存在 在我们现实世界中 最黑暗的一面 所以不管像这个动漫里面 它描述的这样一个虚伪的政府也好 或者是人蛇集团 黑帮 贩毒集团 这些人呢 不像电影里演的 说我非得要有一个高精尖的办公室 这些就是最真实的 在破坏我们国家 而且破坏我们家庭 破坏我们世界的人 也是在这个世界上 最真实的黑暗的存在 那这样一个保护家庭 打击犯罪的漫画 是真正可以起到教育作用的意义的 并且是真正可以让我们 更加重视国家 还有社区安全的漫画 他们呢 正在寻找公共的资金来支持 因为这些人呢 你知道如果他要是在那些 大的动漫公司下面 动漫公司是不会出品 跟我们现实连接这么近 尤其是会得罪政府的 这样的漫画 于是这些 非常有经验的动画士 他们就自己连接起来 就做这些真实有意义的 而且是非常爱国的漫画 来给大家看 所以他们就需要 找寻公共资金来支持 他们可以完成这个动漫 然后发布这个动漫 但是呢 根据作者的描述 他们这个动漫 先是在推特上面被禁止 然后又在筹款平台 Indiegogo上面被限流 之后呢 又被新闻媒体 Daily Coase上面描述成 宣传种族主义 又被网站 Kickstarter禁止 Yet somehow this kind of vigilante is viewed as racist and here's just some of the censorship you have suffered on the whole obviously PrivateAmerican permanently suspended on Twitter Shadowband on Indiegogo and like I said obviously for this suspended indefinitely on Kickstarter How are you going to make money now? Well my friends you can find the book by going to ThePrivateAmerican.com that'll take you directly to our Indiegogo campaign which is still active fortunately and you know a number of us who produce comics that don't fit into the rigid left wing mode we are exploring new crowdfunding possibilities just how woke has the comic book industry become it's pretty woke as you know and the sales are falling and there's some question whether Marvel and DC will continue to publish comics in the future because sales are so low meanwhile there's a whole bunch of us and we call ourself Comicsgate that produce comics outside the normal realm and we crowdfund our comics and they're highly entertaining and many of the are far more entertaining and better illustrated than those that are being produced by the big two 美国的文化 会极度的左倾 那其中一个 很大的原因 就是娱乐产业 像我这一代人 或者是比我更小的 我们都是 在电视 网络 这样的环境 下面长大的 所以这种 左派文化的洗脑 我是有非常 深刻的体会 这种洗脑 小到对人格的塑造 大到对家庭的观念 对社会的 影响以及对国家的发展 都是非常有害的 所以我是一直非常期待 可以有好的保守派 能够做出好的作品来 让大家观看 而且让我们可以有空间去选择 我们不必要说 在众多的产品里面 我们还非得要选择左派的企业去支持 我们还非得要选择左派出产的这些 觉醒文化的东西去给小孩看 我们有这样的选择之后 我们就不需要再买迪士尼的会员 我们也不需要再看左派制作的漫画 我们也不需要再去给左派送钱 让他们有更多的财力 然后继续来破坏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继续去做那些变性的同性的东西 来洗脑我们的小孩 那像是private american 这样的切合实际的英雄漫画 并且是善恶分明的 并且是教导我们 现在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从这些简介来看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去看 而且是非常值得去支持的 毕竟我们的确是需要 有更多这样有才的漫画家 电影制作人 动画制作人等等等等 在娱乐产业这样的人 能够做出更多健康的 符合美国精神的 符合正确的基督传统的 文化价值观的作品 让大家来欣赏 让大家来学习 让大家来观看 也更加希望我们在各行各业 不光是说在影视圈里面 不光是娱乐的这一个产业里面 包括像我们的教育行业 我们的餐厅 technology等等等等 我们都希望能够兴起 更多的保守派自己的企业 更多保守派的文化 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圈 好 所以鼓励大家 如果你要是有创业的想法 或者是你已经创业的老板 继续加油 如果你要是需要我们的帮忙 或者你希望加入 这样一个保守派的文化圈 欢迎你来联络我们 好 那非常感谢 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频道 我们也是一个 保守派基督徒的频道 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欢迎大家来为我们买一杯咖啡 也欢迎大家点赞留言转发 好 我是弗莉莎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再见咯